站在这边啊 这个除了魏晨之外 所有同学依次向左转 魏晨就不要转了 好了接下来呢 我跟魏晨说一个运动项目 然后我们魏晨就用真一言 去表达一下 可以吗可以吗 好我们开始表演了 第一位第一个同学请回头 看一下魏晨这样什么项目 好了这个同学呢已经看过了 可以回头给他第二个同学表演了 哈喽哈喽 嘿嘿 再叫你 好了下一个同学 好的下一个同学请回头 下一个同学请回头 好下一个同学请回头 为什么走着走着越来越不像了呢 这个同学来 你再顾示一下他的动作好吧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项目呢 别从芭蕾五 真是有不到终点的人就不一样啊 我想问一下芭蕾五是奥运项目吗 现在说不定夏季如荣又会这样吗 好的 你觉得是什么呢 呃 撑干打 请问是走公司的肩要这样拿的吗 好的好的 这个六一幕的同学 平衡木是吧 好了 下一位 我也觉得是平衡木 平衡木是吧 刚才我觉得你走的最好看 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走一遍 而且最后最后的亮相动作 一起来一趟 你有什么要求 请晨晨一起走好不好 这样 干嘛要拉我一起啊 真的这个奥运项目 难道还有双人平衡木吗 好那就请魏晨来 满足下歌迷的小小的要求 上前以后 我们跟魏晨一起走来 诶 等一下 因为平衡木上的这个肩可不稳 所以应该 下一个出场是中国学生 魏晨以及高明 准备好了吗 好 第一步 第二步 跳 来 等一下 最后亮相 一二三 你们给多少分 一二三 哎呀 这个水平都给十分 真的是太厉害了 难怪中国底层那么强 好的 下一步你给多少分 你给多少分 你觉得他们比我还好吗 那都不用说了 大家已经猜到 都是挺好 为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 不是很好猜 但是在魏晨的演绎之下 大家一下子猜出来了 真的是魏晨的表现力比较强 好的 那接下来呢 就有请我们的李小姐 拿出给他们的奖品 还是由魏晨亲自发表